台九線342公里處 在今天下午發生一些嚴重的車禍事故 一輛休旅車撞上腳踏車 造成70多歲的男性腳踏車騎士 當場失去了呼吸心跳 請向人員獲報趕抵現場 把傷患送到台東馬街醫院急救 由於現場沒有入口監視器 整起肇事原因警方還必須釐清 救護車的聲音從遠方傳來 而車上載送的是一名 剛剛被休旅車撞到的70多歲男子 而在救護車抵達醫院急診室門口後 救護人員急忙將傷患推送下車 送往院內裡頭進行急救 據了解這起意外事故發生在今日下午 在台九線342公里處的南下車道 一輛休旅車因為不明原因 與腳踏車發生碰撞 造成騎乘腳踏車的70多歲男性騎士 當場倒地不起 而救護人員互報趕起現場後發現 該男子已經無呼吸心跳 隨即駕駛急救器材 並將男子抬上救護車 送往台東馬街醫院進行急救 到達現場患者是騎自行車 他到汽車追撞 到達現場的時候他已經躺在地上 我們評估他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由於該車禍地點附近沒有入口監視器 而詳細的造勢原因 以及車禍的責任歸屬 目前都有待警方做進一步的調查 記者陳吉林嚴評相報導 到達